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言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琦 第275章 異鬥小青龍 3 上次行到 小青龍凍著山蹄鞋之後 我趕快去打開屋門 幸好這時候沒有人站在屋門口 血曬豬但人間從屋內飛出來 直接對著龍豬破過去 小青龍凍著山蹄鞋後 正打算收回龍豬 但見到有顆血紅色的豬但竟然殺出來 嚇到牠差點騰空而起 又見到那顆血紅色的豬 和自己的龍豬一起轉圈圈 小青龍即時瞪大對眼 頸頸向後縮了一下 樓下曼見到小青龍這樣的表情 他一聲笑出來 然後說了一句 哎呀 牠的表情好可愛 林慕蟹剛好退到劉恰曼身邊 他摸著自己手上的疤痕 對劉恰曼說 好可愛 你覺得可愛的話 可以叫王德鹿送給你 那樣東西我就不要 但也不能讓王德鹿養著牠 見到牠 我就想起蛇 小青龍還未趕成 就給林慕蟹幫我送給人 小青龍沒那麼好趕 但柳向晚微微笑了一下 然後說 好呀好呀 就這樣說定了 我就要這條小青龍 其實柳向晚身裏有點酸 林慕蟹不要的東西 而且林慕蟹不想給我要的東西 才送給柳向晚 這樣就擺明對柳向晚餵狗糧 血煞豬會找龍豬 這個敢黑的辦法在蟲子裡沒有記載 我當然要記上一筆 血煞豬可以用以蟲趕蟲的方法趕到手 但前提是 你首先要過一條小青龍 血煞豬真的很喜歡龍豬 連我也不知道 待會怎樣可以讓你兩顆豬分開它 龍豬也沒有什麼志氣 見到血煞豬飛過來 他都什麼都不管了 投奔了血煞豬 兩顆豬在互相嘻嘻 互相繞圈 時不時在閃閃閃 時不時有劇烈震動 或者是一種我很難理解的開心 跟人類之間的輕輕我我差不多吧 那些豬的世界我真的不明白 我趁著小青龍很錯愕時 趕快叫黃金銅 黃大哥快點刪鐵鞋吧 說完之後 我從核桃裡抓住蟲王洗蟲法 又從八壽狼裡拿出三粒變天烤出來 小青龍一看到三粒變天烤更出奇 但三粒變天烤就沒有馬上向前衝 他剛出過八壽狼 還未知道眼前發生了什麼事 變天烤見到血煞豬和龍豬轉圈 他確認了血煞豬的狀態 這東西自從在泊庫山上和血煞豬打了一仗 他便知道血煞豬不太好 因為血煞豬的意志只被我感嚇了一半 所以變天烤經常分不清楚血煞豬是敵人還是朋友 在出八壽狼的時候 他首先看出血煞豬的情況 用來確認這東西是不會傷害他 他這樣才出手 變天烤就差不多是唯一不會怕血煞豬的蟲 我也搞不清楚有什麼蟲是血煞豬的黑聲 總之快派血煞豬出去的話 大多數東西見到後 首先就害怕了 根本就動不了 小青龍對血煞豬沒有感應 因為他沒有交過手 亦說不上他很怕血煞豬 不過小青龍有騙血煞豬的辦法 就是讓他和自己的龍豬在圈圈 這時候 山蹄鞋手上拿著狗的尾巴衝上去 我見到這樣對黃鵪龍大聲喊 黃大哥快叫山蹄鞋扔狗尾巴 我們要捉生的 黃鵪龍馬上叫山蹄鞋扔狗尾巴 然後自己走過去 很小心地把狗尾巴撿起來 山蹄鞋衝過去之後 小青龍對著他吐了一口火 但那些火不是藍色的 因為蟲蟲已經滅了小青龍的蟲髮 但就滅不了別人的本能 他天生會噴火 只不過那些火裡沒有蟲髮 是紅當當的火炎 山蹄鞋再次入到一團大火之中 山蹄鞋上次蝕了底 今次一見到有火馬上向後跳 急一聲跳出火圈 結果他發現那些火和上次比起身沒有那麼猛烈 而且完全不是一個擋字的火 小青龍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蟲髮被人破了 他閉上眼睛 在如癡如醉地吐火 山蹄鞋知道那些火不可以 即時對著火鬆進去 走過去之後 用一對手捏著小青龍的頸 小青龍這樣才意識到自己沒有消退山蹄鞋 他睜大眼睛 眼前閃了一下 看到山蹄鞋已經來到自己身邊 他馬上擺在龍尾 洗出龍類的最後一招 前 在蟲書的《龍類十三篇》中 不僅一次提到過 很嚴肅地提醒後背趕蟲人 趕蟲的時候 如果龍類的蟲技用完之後 千萬不能埋伏伏伏伏伏伏伏 骨頭就會馬上將你纏著 如果是肉體繁生 被龍這樣纏 那些骨頭會全部碎 這個死法很痛苦 因為很有可能是攔腰折斷 上半身的人一時三下還死不到 會眼白白看著自己腰下的部位 倒在血泊中 自己痛到腰心腰肺 最後是痛死的 這種死法是甚麼感覺 小青龍把沙地鞋前起了 繞了三圈 他的頭直不拉地對著天生出去 他閉上眼睛想把沙地鞋勒死他 結果流到沙地鞋動也不能動 令鐵獸輕輕跌下來 他的肩膀和腳的關節位 劇力卡拉在響 沙地鞋那對血紅色的眼睛突然有些暗淡 黃暗龍見到這樣大聲喊 黃德鹿呀!你在想甚麼呀? 你見不到小青龍就快弄破沙地鞋了嗎? 我見到小青龍的龍輪和沙地鞋之間 插一些火星出來 沙邊暗暗讚 小青龍果然厲害 被人滅了蟲髮之後 那些火就不行 更生肉薄 居然他的能力都在沙地鞋上 瞬間就把沙地鞋潛到死死實實 龍筋的力度之大居然可以勒著鐵 而且還不是普通鐵 而是上古妖鐵 我聽到黃金龍大聲喊 剛開始的時候還想著 怎樣才能保存小青龍的性命呢? 叫哪些蟲上去給我合適 見到現在形勢那麼緊張 立即在腰間上拿出六骨刀出來 對著天然指著三下 做了個染蟲靈 那我身邊所有蟲都要對著小青龍破海 包括黃黃鳥 石鱗獸是屬於鄰界的東西 小青龍是鄰界之首 所以石鱗獸天生要被小青龍克制住 像張書網和黃鎮和這些趕蟲的外行人 經常會問起我什麼蟲是最厲害的 其實血殺豬就很厲害了 沒有最厲害的蟲 只有用多一個最適合的蟲 冬日白鹽快鼠就不厲害 幾乎沒有打鬥能力 但用正確的話 一樣比血殺豬厲害 演蟲講究的是互相感黑 如果對方放一隻石鱗獸出來 我火仔住在土域裡 在跳跳跳的蟲子出來 那肯定就是自尋死路了 如果把小青龍放出來 那肯定可以旗開得勝 對方見到我放小青龍出來 便知道我是行內人 會打 至於這些蟲裡面 到底誰最厲害 便要看看撞到的對手是什麼蟲 石鱗獸本來不想走過去 但蟲令不能違背 唯有自己靜靜地去到遠差角落偷偷向前走 希望便可以不要引起小青龍的注意 他很小心地繞到小青龍的後面 山蟲子也很怕小青龍 但他卻沒有石鱗獸那麼怕 他雙隻手在地上按了一下 突然之間向前一跳 然後見到有一層黑煙對著小青龍撲過去 這就是山蟲子的變化之法 山蟲子很擅長變化 但卻不是什麼都可以變 黑煙黑幕是他經常用的兩招 山蟲子變化黑煙目的很明確 就是讓小青龍找不到方向 用來掩護在背後偷襲的石鱗獸 黑煙圍著小青龍和身體鞋之後 石鱗獸在小青龍後面 偷偷套了水波 山蟲子看到水波衝過來 馬上自己現了化相 完成任務 他由山蹄鞋的肩頭上跳下來 小青龍剛才被一陣黑煙迷住了 但馬上全部散了 然後見到一隻狗蹲在山蹄鞋的肩頭上 他馬上伸出雷爪來咬 結果只咬脫了 山衰子尾上幾枝毛 那些龍褲之類的食物 食狗會醉 龍不能食狗肉 否則會一醉不起 但小青龍完全不知道 他纏著山蹄鞋的時候 用力收覆 然後一陣冷風 將幾條狗毛攻進他的口裡 那幾條狗毛進到口裡之後 小青龍就有點頭暈暈 他被那條狗毛醉到搖頭仿老 輪甲全都紅了 就在小青龍咬狗毛的時候 石鱗小水波飛過來 逢一聲把小青龍和山蹄鞋罩住了 急著黃甘銅在旁邊大聲喊 黃特陸呀!你那些蟲都沒用的 這個時候吐什麼泡泡呀? 我要山蹄鞋和小青龍分開它 一起困著它沒用的 你見不到山蹄鞋就快散了嗎? 結果小青龍噴了一口龍火出來 石鱗獸的水波碰到火就化了 小青龍作為鄰界之手果然不同凡響 化鄰界的東西根本就傷不了它 石鱗獸根本就困不住小青龍 山蹄鞋在旁邊見到小青龍賤得很緊 即時跳起來開始咬小青龍嘴上的鬍 小青龍不斷噴火去燒山蹄鞋 山蹄鞋左閃右鼻 總之就不可以讓它燒身 有點狼狽 黃黃長這個時候在小青龍眼前迷惑它 黃黃長的道門對小青龍完全沒用 小青龍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鬼 所以它散失不了幻想 黃甘龍這個時候見到 山蹄真的有點堅持不住 它自己手上拿著一隻咬狗的尾 要走過去救生鐵鞋 我對黃金龍說 黃大哥你不要急 等一會 你見不到我的三竹變天烤在認真觀察嗎 黃甘龍轉頭一看 三竹變天烤在我腳下撥低了 它眼淚淚地磨著小青龍一舉一動 黃甘龍這個時候很心急 它大喊著說 黃德鹿啊 你這隻變天烤可以嗎 只看有什麼用 難道用眼神捉著小青龍 黃德鹿啊 我們不要捉山了 一起過去打它吧 林慕禅用非天古廉去打龍頭 這時候你用六骨刀去打龍尾 我就不信它三頭六鼻 可以顧得頭尾又顧得尾 你呀 我又繼續跟它說 你不要先急著先不要先急著先 再等多十秒吧 我夠膽說 變天烤在找破綻 黃甘龍真的開始數數了 當它數到五的時候 山梨的身體確實有點變形了 小青龍現在伸直條頸 磅磅磅磅鐵鞋 龍這東西真的不是浪得虛名 什麼蟲法都用不到 但是憑肉薄 都可以鬥得過天下排名第七的鬥物 如果不是山醉子在旁邊騷擾的話 我估計山醉子這時候早就碎了 黃甘龍的五字壞音光落 三粗片烤成箭般衝出去 射向小青龍 在小青龍嚇過頭的時候 它破到小青龍的頸下面 一口咬住了 小青龍的頸下面第三片鱗 龍鱗好像半月一樣 但是都是上延月 一葉合一葉很密實 只剩下頸的一片鱗是下延月的 那一片就是翼鱗 當仁牛天嶺 它肯為蘇本山報仇 就是希望借助蘇本山兄弟的水路 進入海裡找龍王點翼鱗 這片鱗是龍的靈氣所在 亦是最痛的地方 一旦被東西咬住了之後 一條龍便攤了 其實變天烤去鬥鱗鱗的東西 本來就是小兒科 只不過是因為小青龍 如果有其他鱗鱗的東西 變天烤根本就不用觀察了 直接上去開爐吃爐 小青龍被變天烤咬住翼鱗之後 整個身都攤軟了 生鱗這樣才可以全身而退 跳出圈外面 小青龍現在盤成一圈 躺在地上 但變天烤也不敢大耳 死死咬住 沒有我的命令 它是不會鬆口的 因為它知道 下次可不可以咬住這片翼鱗 那就很難說了 小青龍這時候被我們制服了 但要趕成這隻蟲 不容易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